大家好,我是小娜 今天带大家走进我们山西这边的 宁末庆处的一个古村落里边 我看到这一家保存的还挺完整 你看 这上面那个门牌都还在 是,应该是鼠光吧 应该是不是从这边过年了 光鼠啊,光鼠不通睡啊 应该是鼠光 你看 这个城堡里边很少有门上有关的一个避邪的 但是这个上面有 你看这两边还有竹子 不知道有什么讲究 你知道有什么讲究吗 竹子应该是他家有传统接代的了 是吧 那咱们去里边转一圈吧 这边是以前的一个厨房 我看到里边还有灶台什么的 这边的竹是拿砖垒的 肯定是近代的 对对对 但是为什么在这个古 古城堡里边呢 翻新过的房子呗 没有可能 哎 发现有东西 这个还是两个哎收获不小 这个是青花瓷碗 还有一个是青花瓷的上面写的是 醋 你看有落款吗 这个是醋坛 我看这个碗 碗后面是没有落款 那就不值钱 不知道碗底有没有 这个被这个时间太长了 全部都是泥巴 哎 这个下面有落款 嗯 这个小醋罐下面有落款 这写的啥呀 什么四肠 他不懂哎 什么干四肠 嗯 我们 可能不值钱 不值钱啊 放那吧 你先放这 我们自己房子里边 溜一圈吧 哦 以前的房子里边真 太黑了 光线这么暗 这个房子板阴气还挺重的 你吓 就少吓我 本来就胆小 你看我发现有啥 哎 还是邮政储蓄 存者 对啊 看到上面有钱吗 有钱再去取了得了 你看他呢 发财了 他能说存折 哦 一百万 第一张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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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哟 五百万 你看几个零 那真有钱呢 各 各十 各十百千万 十万 十万元 哪十万元 现在没钱了 被别取了还剩五块钱 哎 是个收获 不错 对 先放这吧 哎 厉害 那放些存折 对 哎 这边还有以前的好多碗什么的 这个可能是以前的一个就是放碗筷子的那个橱柜 真要一个这个橱柜 老鼠呢 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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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吓得啊 就个老鼠嘛 你吓死我本来就胆小 哪里有老鼠 跑了 跑了 你吓我干啥呀 哎呀 吓死我了 真是想多转一圈的 你走吧 你不要开场 那你出去 我 我在这边转一圈 哎呀 哎呀 往这边个镜子下走 走吧 我去走吧 走 我来啦 给你存折 真的又被你吓死了 你看 今天的收获呢 以前的存折 还有这个 放醋的这个罐管 还有这个青花醋饭 大家觉得值不值钱呢 那个存折值5块钱 这个醋毯淡呢 醋毯淡子 这是地方那个影子 要是什么关咬了 就值钱了 是吧 那今天就到这里吧 被小爷吓了一跳 下期 这里是农村一家人 下期我们再见